針對費率的碳費的費率 有關制度以及費率的部分 已經是拍板了 最快在明年就會來開始徵收 而一般費率的部分 每公噸是300塊錢 這制度一出 當然引發了企業和環團 都有相關的論戰 各自有不同的意見 而經濟部甚至也直言說 這對企業來講 當然衝擊是非常大的 不過在今天環境部長 彭啟明他到了立法院 來進行相關的報告的時候 他就提到說 他認為現在台灣 所要徵收的費率 不過就是像掙扎一下下 這樣痛而已 一起來聽他怎麼說 經濟跟環保本來 就是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其實我們這次 也特別考量到產業的需求 所以其實我們盡量 也拉到特別的低了 然後我們也算過 我們台灣的碳費 跟日本跟韓國 因為日本韓國 它的化石燃料稅 也是類似碳費的一種 都比我們高出兩到三倍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的 這個碳費的價格 在亞洲裡面 還算是偏低的 所以也請大家 當然我知道說 當然希望對產業來看的話 希望不要有痛 但是基本上 這次的這個痛 像掙扎一下下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如果你注意看 我們的一般費率跟優費率 這個差距滿大的 就是鼓勵企業願意來減碳 但是我也必須說 很多的環保團體就說 我們收的費率太低 但是其實這個費率低 是讓你願意去做減碳 然後讓你比較不要 那麼痛的開始 如果現在不做 未來復用的這個成本會更大 可以聽到彭啓明是強調說 他認為現在所要徵收的 這樣的費率的標準 是不會造成綠色通膨的 同時也強調說 因為徵收碳費 也不是我們獨有的 其實世界各國都在做 這也是未來的必要趨勢 以上就是立法院的最新消息